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元代画家尼赞的三水画 尼赞他就是我们学三水画的人 大概都知道尼赞的泽代春 就是什么是泽代春 就是我们说的 它就像一横一树的那种泽的那种形状 比如说像这个 它的代表作荣西斋图 它这里面的泽代春就非常明显 比如说你看这种 这种泽 横泽 这种横泽的感觉特别明显 你看这种横泽横泽的 包括这个它的远山 这里面这种横泽的那种动作很明显 你看都是偏方的 包括这些都是偏方 都是这种方角 这是它的特征 尼赞他早期的山水是不是这样的 早期的山水他就是披麻春 比较多 比较多 到了他后期 他画的山水就是越来越简念 用笔越来越老了 这幅 龙溪摘图是 就是 对这个泽代春 是比较好的一个灵本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这幅画 紫之山房图 他这个说是山房 就是没有 他也是就是一个亭子 因为他的画 每幅画里面都是一个亭子 其实没什么区别 你说他这个容器灾 其实他也没有 也没有房子 就是一个亭子 他这个也是一个 山房也就是一个亭子 一个代表 他这个这块石头 其实很好的 这块石头 其实可以好好学一下 你看里面 他其实也是折代春的 都是偏方的 包括这里面 都是一种虎壁春的画法 他这个虎壁春 小虎壁春是 木设是非常淡的 用笔是很淡的 他的结构线是 就是勾的比较偏方一点 有的就方角 里面春线 都是用也是折代春 就是比较淡的那种折代春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作品 包括他这些远山 都是这种 这种用笔 其实不管是虎壁春 还是折代还是折马春 总的来说 他都是为了把这种山石的结构 表达清楚 我们再看其他的 你看这个 泥栈的这幅 其实他的画山的这种春法和画树 你看画树叶树枝 其实用笔都是一样的 你看都是这种 这种比较偏方一点 线条感 还有墨色都是很淡的 包括上这幅画 这幅画 那个这块石头 其实也是很值得学的 你看上去颜色很少 其实他这个画的层次 还是比较丰富的 先把这个结构线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里面有很多 用弹幕一层层的去附加的 后面我就是会示范 示范讲解一下 挑一个比较代表性的石头 讲一下 你看这个远山 这个石头 你看泥栈的石头 都有个特点 就是特别干净 像那个玉石一样的 而且特别结实 它不是那种 看上去清飘飘的 都是很结实的 它这个特点 就是要注意这些 这些阴面 这些重的颜色 里面层次是很丰富的 所以它这种对比关系 这种阳面和阴面的对比 很强烈 特别它的胎点 用得特别重 你看它每幅画的胎点 都是墨色很重 然后结构线 墨色是比较淡的 其他的颜色都相对于来淡 包括它的树也是 一些叶子是很浓的墨 就是这种浓墨 加上淡墨的对比 包括它这个用了一些很多深色的竹叶 其实它都是一种 就是让画面更加明快 包括这种这个石头 其实这里面都能看出这种折袋村的痕迹吗 这是横折 横折 这样画过来的 这边也是横折 包括这幅画 你看这幅画 它这个石头是特别干净 结构也很清晰 它这个石头的特点就是 就是方角比较多 所有的石头都是这样的 都是那种方角 比较多一点 你看其他的人的 也是披马村 它就是脚都是偏圆的 它这个是偏方的比较多 这也代表它的一个个性嘛 它这个一个人的性格 包括这种石头里面 都不能看到这种转折 折到村的那种痕迹 都是很明显的 包括它这个 你看这些树枝 都是这种偏方硬 这种下笔 那种感觉都看得出来 看石头是用笔 它的特征是很明显的 下面我们就选 选一个比较有代表的石头画一下 因为像这个 这块石头我们可以领一下 这个石头 还有这块石头可以领一下 这个石头都很有意思 这块或者说是这块 这两块石头很好 我们就领这一块石头 还有 就是泥站的这幅代表作 给它讲一下 我们先来领一下 领一下这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 我们在看这块石头的时候 看上去好像有些初学者就是看不清 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也很清楚 这是一块小石头 对吧 这一块小石头前面的 那这里面也是一块小一点的 稍微小一点石头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石头 对吧 然后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块面 这是一个大的块面 对吧 这个大的块面 然后这边转折过去 这边转折过去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一个面和上面这个面 上面一个面有厚度 这里到这里 对吧 就是把这个面分出来 那这是一个上面到这里 对吧 这一横 那这一横 把这个面分出来 那这里面又有一些小的面 对吧 小的面 那在这个从这里到这里 有一个是一个深度 对吧 厚度 然后再延伸到这一块石头上面 对吧 所以这块石头是在后面 对吧 你看它的水平线 在后面 那这个大石头下面又有小石头 就是把这个石头结构要看 先看懂 然后看懂了再画 你看这个这块石头的 你看上面顶部的厚度 从这里到这里 对吧 这个要分清楚 这个一个卷折 它就是一个两个面 所以这个分清楚 所以先把这些结构搞清楚以后 你画这就好画 那我们调墨 先要淡一点 比如先调个墨 还有这个一定要准备一张纸巾 为什么要准备纸巾呢 就是这个墨的水分的多少 有笔上面 你看笔上面占墨 如果水分太多了 我们就在这个 准备一点这种干的纸巾 在边上 我们也是要粘掉一点 墨是就是不要太深 你看调了一点 你用白碟子 你看调一下 画画一定要把这个碟子准备好 一个是装墨汁的 或者是磨墨的 一个是调墨的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你看这个笔尖沾墨 笔肚子 你看我这个笔 你看看到吧 是很干净的 这个笔尖 你看笔肚子没有墨 就笔尖沾了一点墨 然后去画 比如说 先 先画 先画这个前面这块小石头 我们可以先